好 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 迪志偉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張慧珠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諮商心理師 林翠芬老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小廚娘邱韻文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律師游潔 游律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 花錢的浪漫 要加問號 這個有一位男網友 他在網路論壇發文 說他的女朋友每個月打工 月薪大約是兩萬塊 可是大概是九天或十天 就把錢花光光了 所以一天平均花多少錢 兩千 大概要兩千塊 至少對不對 他說戶頭裡面 場場只剩四五百塊 那接下來約會吃飯 他就會跟男朋友塞奈 我沒錢了 害得圓潞只能幫忙付錢 事後男生也不好意思 跟女生這個拿錢 這個怎麼好意思呢 可是他就上網問大家 說碰到這種金錢問題 他該怎麼處理 其實他是來求助的 那所以這個有意思 他一天花兩千塊 花完了 還要二十天會 要怎麼辦呢 如果男朋友不幫他付的話 對不對 那我先請教一下慧珠 因為你的問題比較及時 因為你的兒子幾歲了 我兒子二十五歲 二十五嘛 也到了可以結婚的年紀了 這個女生嫁給你當媳婦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不好 因為他沒有理財的觀念 沒有 我在開玩笑 因為其實你看 他一個月賺兩萬塊 然後十天就花光 其實這個是 那未來二十天怎麼辦 對 而且他住家裡 他住家裡 就是說這個 他住 意思就是 他不用房租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男生是要大方一點 就是說有時候要幫女孩子付錢 像我曾經我發生過一件事情 像我爆料我兒子 因為他以前在加州 他的女朋友 跑到美國來找他 他大概去迪士蘭樂園 結果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怎麼去 他說他搭Uber 那我說搭Uber不是很貴嗎 他說我們一人一半 八十塊一人一半 我說你女朋友從加州 從紐約跑過來找你 你還跟他一人一半 你這樣太小氣了 如果你是我男朋友 我就把你FY了 所以我覺得男生是要適度的 就是說負擔一些 但是如果每個月都付 那你要看這個男生能不能賺錢 那我兒子當時給我回答說 我花的錢也是你給我 難道你希望我拿你的錢 去幫付女朋友的錢嗎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其實 有時候因為金錢這個事情 因為他也只是學生 他還沒有賺錢能力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像在 他們雖然在交往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你要就是要 要比較差 就是說你要知道說你的錢 你賺多少錢 你該花多少錢 那你說你這樣10天就... 可是你這樣當媽媽很矛盾 就像我太太我也常常講他 比方說小孩現在可能青少年 要交女朋友 但他們的交往 可能不是真的交往 只是就是我送你東西 你就要回送回來 現在他們的國高中生 很流行這樣子 那就是純純的愛 但是我就說你們這個愛 是建立在物質 好像他送你什麼 你沒有送他就代表你不愛他 所以我太太就說 對啊 你不要這樣子 一天到晚送禮物給人家 那個以後都不曉得 是不是你老婆 我就跟我太太... 對 我就跟我太太說 你這句話很矛盾 那當初我在追你的時候 就是男生如果都不請客 不買禮物 這男的很小氣 不要嫁給他 志偉你交了幾個 我老婆... 我老婆是我的終結者 我們那一代的男生的觀念 就是 通常都是男生出 然後今天有些男生 他會用一種態度去想說 我就是要娶你 所以我花在你身上OK 那有些男生是覺得 我雖然沒有要娶你 可是你也跟我一起睡 所以我覺得我 你也跟我一起睡 有些男生真的會這樣想 對 所以他的心態 就會覺得這個錢是沒辦法 就是你要投資 那天我碰到一個女生 他說不能給人家白睡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 就是要拿錢嘛 男方出錢 可是現在的社會不是這樣 現在的社會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男生會覺得說我也 我也有付出 而且我是 苦看實看 有些男孩子這樣想 這個女生來當你媳婦 你願意嗎 我是覺得跟輝珠姐 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理財的觀念 那真的 像我媽常講一句話 女生不怕娶娶 就是怕娶娶 我媽怎麼講 不怕娶娶娶的 就怕娶那種擺雞的那一種 娶娶就是把你的錢一直拿去 可是他會理家 幫你理財 但是就怕你娶那種 敗家女 或者是不會存錢的 不會管老公的 所以我媽媽常跟我姐講說 如果以後要結婚 你一定要抓 抓準這一點 要當一個 從何處看出他 他這個 不 敗家嗎 不會理財 因為他一天花兩千塊 不知道花到哪裡去 那這個男網友也是蠻可愛的 他會覺得說好像這樣 我還要幫他花 幫他出錢 對 那我是不知道他們的關係的建立 如果說 因為現在也蠻多夫妻都AA制 男女朋友也有AA制 因為有些女孩子覺得說 那我就不要虧欠你 我們今天吃這一頓飯兩千零五百 就是一個人出一千兩百五十 就是我沒有欠你 你沒有欠我 所以分手也不會有什麼分手費的問題 那小除娘也有兒子嘛 對 這個讓你來當媳婦OK嗎 因為他現在都還把女生的朋友是帶回家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他會問說 媽媽 那你今天會煮什麼飯給他吃 這樣子 如果你兒子是這個男生 現在來求助 那你會答應他當你媳婦嗎 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女孩子 現在這個當代女性 不是都可以自己賺錢 那你要花多少錢 應該是你花你自己能賺的 那如果男朋友送你 那是井上天花嘛 那你怎麼可以理所當然就是說 我花完了 接下來交給你囉 對啊 可是女生就愛漂亮嘛 兩萬塊不夠花嘛 我要買化妝品 我要買衣服對不對 可以買啊 可是你要規劃不能還沒 人家以前月光就已經在批評了 你怎麼才十天你就 對 月光族耶 對 他是十天族耶 對 怎麼辦 所以還是因為不會理財嘛 對 那尤宇師你會娶他嗎 我不太會耶 應該說這樣講 這個早就要害了 對啊就是說 你其實從他的花錢態度 你大概也可以了解說 其實他跟你也沒有想要長久 對不對 因為沒有嗎 沒有啊 因為你看他 他一個月的費用 他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就花完了 險性他跟你在一起對不對 他其實他也不見得說 他跟你是長久的 就是他對於連這個金錢 這麼必須的東西 他都已經那麼的 那麼的輕浮 沒有一個規劃 那你的男朋友 現在這個男朋友 你是不是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今天過渡時期 我交完之後 我就覺得你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那我就再去交下一個 像以前我爸是這樣 我以前我交女朋友 我都會帶我家給我媽看 大學的時候 看了媽媽看了幾個 媽看了大概三四個 三四個 你這麼寒冷 人家在十一雷 所以我剛剛 不是他出現會 所以我剛剛猶豫 我剛剛猶豫我還沒有講 你知道嗎 講出來馬上 馬上丟臉 其實真的 媽媽真的會看 我曾經交過女朋友 男朋友都要說三四大 對啊 沒有 我媽媽真的會看 就是我曾經交過女朋友 他就是 真的帶回家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打扮 然後我就馬上就看出我媽 那個臉色就變了 真的就沒感覺 如果穿得比較樸素的 然後比較年輕的 媽媽就感覺有點點頭 嫌妻良母 對 媽媽就 少許多錢的沒了 對 少許多錢的真的沒了 我爸是 我爸就像志偉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 老一代人就覺得說 男生要比較漂亮 要搭氣一點 所以我每交女朋友的時候 帶回家的時候 我爸都會先塞錢給我 然後就是你男生要比較大方一點 等一下帶女朋友去吃什麼好吃的 那如果這樣之後沒有女朋友 你也現在去找一下 回去你爸就給你吃了 我扣錢都直接 所以我爸都會這樣 所以就看出我爸媽跟那個 雞老輩的對交女朋友這件事情 他的看法其實很不一樣 確實啦 男生是通常要大氣一點 對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女生真的也是 就是沒有價位 對不對 你兩萬塊 十天花了之後 你不想說你二來二十天 要怎麼 如果男生不幫你付呢 請教一下崔芬老師 我其實對這個女生 是懷有一點同情 同理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他花錢的態度 他從小就不需要去看價格 然後想花就花 所以他可能有養成那種 青少年的一個花錢的習慣 因為爸爸媽媽都會幫他出 所以他男朋友可能就是爸爸媽媽的化身 所以他找情人 其實是找另外一個爸爸媽媽 可以支付他這些生活 或是慾望 或是各種不同的開銷 然後等到沒有錢 我相信他用對他媽媽 爸爸媽媽那一招來對男朋友 沒有錢了啦 怎麼辦 可不可以幫我出一點 求求你啦 好啦好啦 他就可以幫他出了 他就是對他爸爸媽媽那招 移到男朋友身上 所以如果這個男生 來跟我求助的時候 我就是會感覺 會帶他去看說 那他真正困擾的點是在哪裡 是這個女生太會花錢了 還是他對於他的這種金錢觀 是不認同的 那你如果你確定 你對他是有非常多情緒 不斷地在堆壘 不斷地在堆壘 那你怎麼改造他 你要有個觀念 你是無法改造他的 好 這個很有趣 大家都覺得這個女生沒嫁威 很媳婦人沒的 對吧 但是這個男的 有時候我一個月才花八千 然後我一天平均才花兩百六十六 我真的需要為這個女生付出嗎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讓我們做怕殺的感冒 我們的女兒嫁給他好不好 來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我們請退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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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請退休息一下 請退休息一下 我可以做生日子 美食的女生 好朋友 今天是任何人 請退休息一下 他兒子 我記得我在當中說 在電視臺幾年前 其實當時電視臺的薪水 其實電視臺薪水通常不高 因為這也是一個很艱困的產業 那新進人員一個月正式 已經升正式樓兩萬七 一個女生大學剛畢業 我就問他說你是南部人 你來臺北一個月兩萬七 有辦法活嗎 因為他們要租房子 他說很勉強 很勉強 他說他差不多花了 但是他就要就是硬擠 擠一點存錢 然後在過年的時候 拿回家當紅包 很辛苦 那兩萬七他還要交通 他還要吃飯 果實 還要租房子 兩萬七 去了一大半 說人家花一個月 所以我在想這個女生 他又住家裡 兩萬夠不夠 對他來講不夠 但是我跟你講不夠你也得夠 對不對 要計畫 要計畫 你一天花兩千 你只能把它分攤成 一天只能花六百塊 對不對 這樣子 好囉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男生 你有女兒嗎 我沒有耶 兒子 這樣講好了 就是這個男生 他一直在思考 我要幫你付錢嗎 我那麼省 我一個月才花八千 你十天就花兩萬 出去吃飯 你老要我付錢 這樣男生你嫁不嫁 不嫁啊 為什麼 不是 因為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還滿喜歡工作的 我就是覺得工作是我的主要的人生目標 然後如果可以談個戀愛或結個婚 都算是錦上添花 那如果這個男生會 讓我不能好好工作 或者是要拖累我的生活的話 我會寧願不結婚 我就喜歡工作這樣 所以就沒有必要嫁吧 OK 然後他也有講一句話 他說我有幫他付錢 可是事後也不好意思跟他拿 他其實想跟他拿 對啊 那就欠感情債 什麼叫欠感情債 因為他付的並不是 他是覺得說 這個是有點多付的 對 那我也不想要人家多付 我也可以自己賺 我幹嘛要你多付 了解 了解 那你會覺得這男生小氣嗎 會覺得他可能能力不足吧 對 不一定是小氣 因為兩萬八 你說他真的如果給你八千 已經是對你非常好了 他就是他的能力所及 盡量給你 好 對 OK 那慧竹 你有女兒嗎 有 這個要嫁嗎 我覺得其實婚姻要講求門當戶對 如果你今天你的女兒 他是很有賺錢能力的 那我就反對他嫁一個 比他賺錢能力差的 因為這樣男生 尤其是亞洲男生 我覺得亞洲男生會比較 通常雖然表面上不會說 他不介意 可是他們通常都會比較自卑一點 然後就會 所以你要嫁非洲的 沒有 像我 那就是亞洲男生重量 我覺得這 亞洲男生有幾十億耶 沒有 多數就是說 比亞洲男生比較 你要游律師就很大氣 沒有 比較說 我意思說比較 比較愛面負 一句話熱毛幾十億人不容易 好兇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應該 我剛剛應該要表達說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比較有 男性的尊嚴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的小孩 如果是他是比較 賺難力比較強的 他嫁給一個 稍微賺難力沒有他強的 我覺得這個將來 婚姻上會有一些摩擦 因為可能在價值觀上面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價值觀 那像回到這個case 門當戶 對 就是在 我就 所以你女兒一個月賺五十萬 你要去找一個家 你差不多賺五十萬的 我所謂本到 以上 對 就是說你才不會覺得男生 所以我如果一個月賺四十萬 還沒辦法結婚喔 沒有 沒有 我女兒哪有一個月賺五十萬 不是 我說舉例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case 就是說因為這個男生 我覺得他應該也 手頭也不是很寬裕 他才會去這麼的在乎 這個 這方面的 這個金錢的問題 這我們當然會 不只是金錢上 就是你的教育 還有你的價值觀 其實都要一樣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金錢上面 像我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本來他的小孩 都已經要論及婚嫁 而且就已經交往六年了 結果突然說已經分手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 六年分手了 對 這個 這個男生其實在一個 很高的收入的外商公司上班 他其實薪水非常高 對 然後 但是他就是月光族 因為他們外商公司 就是要穿得爬哩爬哩 他出國都要做商務艙 那這我朋友的女兒 說實在我朋友的家境 還比這個男生好 但我朋友的女兒就是想說 他們要結婚 他要努力的要存錢 所以希望他的男朋友 不要這麼的花錢 然後而且就是說出國 他們覺得坐競技場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男生就 他就什麼都要最好的 而且他認為說結婚的時候 你媽媽的房子 應該要給我們住 為什麼我們還要自己存錢 去買房子 就因為這樣價值觀的不同 他們後來就分手了 其實是一對家 就是看起來就是驚動玉女 對 可是因為 不過交往六年 沒有結婚 對女生滿傷的 對 可是後來是女生要分手的 因為他覺得就是 這男生其實條件很好 我想說能夠進到外商公司 那你想那個 這是百人總共只有選一個 我所謂滿傷的就是說 假定他二十五歲 開始跟他交往 他六五年後已經三十一歲了 對不對 要再找一段戀情 其實第一 不一定找得到 第二個是對女生來講 歲月的戳脫 那個青春 對不對 但是與其你現在覺得戳脫 可是將來結婚 因為這方面 價值觀不一樣分手 再來離婚也是不好 所以那個觀念要趕快 第一年就要提 對 交往的時候要常聊 溝透的問題 應該很早就看得到 對啊 其實男生條件很好啊 就是對 是 可是我覺得有些時候 這種金錢的差異 會有刻板印象 像我有遇過有一個女生 她也是很會投資理財 所以她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雙 就開很好的車 然後都買名牌 然後穿那個 自己會買一些珠寶 那可是她的家人 就覺得她很浮花 她很福奢 所以一開始 就算她這麼會賺錢 她一毛都沒有花到 男朋友的錢 全部沒有 全部都是自己賺的 可是家人對她的印象 是奇差無比 就會覺得你這樣不踏實 你這樣好像太虛華 可是她其實並沒有 後來她被逼的去做 去做那種美容護膚 她就一邊做一邊哭 因為她覺得她其實很能夠賺錢 卻要把自己委屈到 為了要嫁去他們家 所以要做一個 大家傳統認為說 這是一個勤儉的 刻苦耐勞的工作 所以後來她這麼努力 這麼勤儉 最後還是沒有嫁進去 因為他們連結婚照都拍好了 然後放在那個男友的後車廂 有一天這個男友就消失了 就不見了 為什麼 他就是想為什麼 他就去那 因為他已經去拜訪過 雙方家長 就去他們家裡找他 然後他媽媽還說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就完全就消失了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讓你對於一個人的財富 或者是說他會賺錢 也是會變富相的標籤 會覺得你會賺錢 那你花這麼多錢 那那都他自己賺的不行嗎 可是對他的家庭來說 他就會感覺到 好像他會把他們家庭的錢 都花光 所以他一毛都沒有花到 他家人的錢 我會覺得這是一種刻板印象 那約會的時候 吃完飯 因為要浪漫 吃個法國料理 一個人花個三千塊好了 然後又覺得 我去富士 現在心很痛 那個三千塊 這樣的男生你OK嗎 我會覺得 如果他對於美食 是不能夠享受的 然後我覺得值得花這個錢 因為這是一種人生的體驗 那如果他真的不能享受 我寧可他不要去 你不用跟我一起去 我是很享受那個 那種法國料理 那個三千塊幫你付 我實在是 不然沒心臟 不然就很心臟 這可能如果你那麼喜歡他 你應該心甘情願幫他付 怎麼還會去介意這個三千塊 這個男生不就想要回來嗎 像這個他就不幫他 像這樣子我就會覺得說 你也喜歡 你也享受過程 你也覺得很美好 那要麼我們兩個就一人 各付各的 可是如果你在付帳的時候 開始心痛 怎麼這麼貴 早知道我們不要吃 然後開始潑冷水 怎麼會唸 我覺得這樣的人 我不會選他 因為我會感覺到 你既然要享受 就享受一個美好的結尾 從頭到尾 我們就是很愉快 美好的過程 到最後你已經享受完了 然後開始嫌棄 然後開始潑冷水 我就覺得這個人的人格 沒有辦法去享受 美好的事物 我不會選一個 無法享受 美好事物的擔心 了解 好了 那錢換你付好了 他就會很開心 如果他是這樣 我那次真的會幫他付 但是再見 再見 你不值得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運文 他說他有過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交往一段時間以後 兩個人這個決定一起 設定公基金 其實不是男朋友 因為這種男生沒辦法當男朋友 就約會 然後他在追我 然後他覺得感覺好像快追到了 他就開始提出他的價值觀 什麼叫快追到了 就是我可能他每次約我 我就答應出來跟他吃個飯 喝個咖啡 那都沒有拒絕他 對 沒有一直拒絕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嗎 現在的就是約會的男生女生呢 他們會準備一個特別的錢包 然後我們就一人放五百塊進去 然後結帳 我們就用這個錢包去結帳這樣子 然後我說原來這個世界上 有這樣子的約會方式 我不曉得 很有趣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覺得我們要不要準備這個錢包 我說不需要吧 然後他就說這樣 那他可以準備 我說了解了解 然後他在下一次再約我的時候 我就說 我那天可能想要安排工作 然後他就說為什麼呢 我就說 如果吃飯要花錢的話 那我情願工作 因為我就是很愛工作 除非說你就是 除非你要請我我就請你 對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女孩子 有時候提供一個情緒價值 就是情緒價值也是一個價值 但我沒有從南方那邊 接收到情緒價值 他可能不善於傾聽 不善於逗你開心 但我很擅長傾聽跟逗他開心 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跟你出去 我提供情緒價值 你提供這個餐點的價值 那我們就大家一起 開開心心的生活 但如果不是 我覺得我不需要 因為我不需要跟你吃飯 我自己在辦公室吃便當 也很開心 所以我就說 那就不用繼續約會了這樣 你有遇過那種 很會花錢的女生嗎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要結婚 然後他非常非常愛他的太太 但他的太太就是蠻花錢 就是可能喜歡 喜歡買什麼 就是沒有特別去規劃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問我說怎麼辦 因為我還蠻會勤儉持家的 我就說那你把你的薪水 因為你跟他交往期間 你已經存了錢 那結婚之後 是另外一個試煉的開始 我就說你要開始跟他說 我真的很想跟你結婚 然後怎樣 未來我們的家是怎樣 就要給他畫一個夢想 那夢想中可能有房子 有車子 有孩子這樣子 然後就說 那因為你要 即將成為我的太太 我要給你一個權利 管我的薪水 所以我一個月 例如說薪水是十萬 我就全部給你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規劃 然後他就可能 他太太拿到這十萬 他知道這個未來 有房子車子跟孩子 他就慢慢的就改掉了 沒有規劃的習慣 他就慢慢的開始了 這個規劃理財的知識的學習這樣 這個崔芬以前也在食尚雜誌服務過 有看過女生很會花錢嗎 太多了 有買爆鑽了嗎 薪水可能還沒辦 現在出現 差不多是賺錢 我其實在雜誌社工作 有很感慨的一面 因為我們在雜誌社一定會接觸到 食尚品味都是最流行的 跟那你如果在時尚雜誌工作 你一點都沒有心動都沒有買 我覺得那太困難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體會這些精品 他好好在哪裡 你看那個穿著Prada的惡魔 那個連他的秘書也都要穿明白 因為在那個氛圍當中 你每天接觸的都是這些時尚的產品 你其實真的 你的品味真的會升高 品質的品味會升高 那你看一般的大眾化的品牌 你真的會覺得他不夠好 是 或是會就吸引不了你就對了 那我曾經有過 遇過一個攝影師 女性攝影師 他跟我講過一句 讓我終身難忘的話 他跟我說 他每一年他都要拍很多品牌 那他當然自己也會去買 他就很感慨的跟我說 他說我一輩子賺的錢 現在留下來的 就是一櫃子過期的衣服 所以我會很感慨 我比較羨慕你 你還是有留下一些不動產 那樣子 就是感覺上不會全部的東西 最後就變成他是過期的 那你因為追求名牌的人 很追求當季 你不太可能覺得過期 還是覺得當然有些品牌 他是很經典很好 但是那個有一點心酸 所以我看我很多 在雜誌社工作的 他們真的就是月光族 月光族我覺得還沒有什麼 通常都是負債的一類 卡債刷卡 然後我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 就被一個電話吵醒 那他就跟我說 崔芬借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點錢 他就說了一個金額 他沒有錢還什麼什麼了 然後他會怎麼樣的下場 那樣子 我就說可以 我就給他一個金額 就是說我只幫你付這個錢 其他我就是這筆錢就當作 他不會回來了 因為他不可能還我的 是 所以這筆錢就是只支柱一次 但我不會再支柱下一次了 所以我就跟他說 只有一次我馬上會給你 那你自己要量入為出囉 你不能花錢的時候 你就只喜歡的那個當下 就一直買一直買 可是你都沒有想 那我把我該講的話也講完了 他說好 崔芬姐 我會聽你的話的 隔沒有多久 他又在我睡覺睡一睡 又打電話給我說崔芬姐 我又遇到困難了 你可不可以支柱我一筆錢 我就會告訴他說不行 因為我已經跟你講了 就是那筆錢 我會支柱你一次 可是我不會有無止盡的支柱你 那我後來發現 感覺你是開萬泰銀行的 George & Mary 沒有 我知道他那一次 救急 沒有 只有一次 扣打只有一次 那有些人我也不會救他 那因為他那時候 我覺得他有一些獨特的狀況 所以我才救急救一次 那我發現他們都跟爸爸有關 就是爸爸媽媽養成的有關 因為如果爸爸媽媽 讓他們在花錢上 覺得不用去思考價錢的小孩 我覺得他長大之後 自己出社會 就覺得錢很難賺 沒有辦法像爸爸媽媽那樣子 無止盡的支付他們 所以我們還是提醒爸爸媽媽 有些時候還是要幫助孩子 看一下價錢 支付得了再買 如果超過你能力範圍 還是不要爸爸媽媽馬上出手 好 那我們再來看新竹有一對夫妻 因為金錢觀不一樣 而在鬧離婚 所以兩個人的觀念 真的很重要 要符合 先生說月入五萬多 是一家公司的組長 太太月入三萬多 是學校的老師 兩個人生孩子之前 住在女朋友的舊房子裡面 那因為男生 這個新房子離學校太遠了 工作不方便 但是生孩子之後 女方希望說 男方能把房子賣掉 然後在他的服務的 學校的附近買房子 那男方卻只考慮到金錢壓力 還有跟婚內財產的問題 所以他遲遲不肯表態 先請教一下 尤律師 他如果房子賣掉 還去結婚之前買房子賣掉 現在去買 他太太服務的學校附近買房子 這樣有什麼財產的問題嗎 其實我們講的 夫妻生與財產分配是婚後 有償取得的財產 所以他雖然說他是婚前 把婚前的房子賣掉 再買掉 婚後再買新的房子 其實他還是屬於婚前財產的變形 所以他還是屬於婚前財產 這個當然就不需要分 可是如果他是沒有一次付清的話 他中間會有貸款 那貸款中是 貸款的過程是拿你婚後的薪水 去償還的話 那這部分的那個償還的部分 就要加進來是婚後財產 那是需要分配的 譬如說我們婚前買一千萬 對 當然這幾年我們結婚就有存一數錢 對 如果沒有 就有一千萬 總共貸五百萬 去學校夫妻 附近買一千五萬的房子 那裡面其實也有太太太的份 對 所以說其實房子的部分 其實你就是用那個金錢 去切那個份額 等於說其實你婚前的財產就是 當然比較麻煩的是說 大家現在會面臨到的困難是 你婚前跟婚後 你沒有辦法去釐清 因為錢是會流動的 跑來跑去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要簽婚前協議 就是這樣 他除了說你去試用說 去談好說你婚後的夫妻財產 是適用什麼 他另外一個很大功能 就是說他去釐清說 你的婚前財產哪些屬於婚前的 哪些屬於婚後的 這樣其實就比較沒有問題 那像這個個案其實是常常每個夫妻間都會碰到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要繳貸款 對不對 那貸款的通常是用你的薪水去付的嘛 可是因為每個人繳貸款又不一定是 譬如說我今天先生賺比較多 那我多繳一點 太太賺比較少 那他也少繳一點 那這樣他這樣的話 他其實雙方就會有意見 尤其是你又是住在那邊的話 對不對 到時候你要怎麼切割 其實這個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像登記誰的名字 我覺得一開始就會遇到困難 對 就是那個房子是我的房子 婚前的房子拿去賣掉 可是有些太太會希望 新買的要登記我的名字 對 或者是要登記我們兩個的名字 或登記我的名字 那如果登記兩個人名字 可能男生還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說他強制說 那要登記我 對 我覺得有些男生會很不平衡 然後會覺得那是我婚前的財產 去買的 應該要登記我個人的名字 才對 女生就會覺得那你就不愛我 你愛我 你就要給我一個保障 這個我們那個年代的男性 很常聽到女性這樣講 那其實好像男生也會覺得 這樣做好像是 這個時候 我們都去學校做俏俏版 因為不平衡 對 不平衡 但是你還是 你還是要 我覺得我們那個年代比較好 對 我們那個年代的女性 就是登記女生的名字 我覺得女生很常講一句話 我沒有安全感 對啊 但是現在男生 這句話我是不斷地聽到 因為我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要登記我的名字 這樣我才會有安全感 那男生就男生也沒安全感 如果只登記他 現在不是男女平等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跟我們這一代的 我們那個年代都覺得 男人就是要有擔當 就是房子登記老婆的名字 貸款就不要含酷 貸款就是男生不化 對 然後男生千萬也不可以在吵架的時候 講說這個房子是我貸款的 你給我搞清楚這樣子 千萬不要講這樣話 因為你講這樣話 生氣的時候 以前生氣的時候會這樣講 太太說 是嗎 你要不要去拿銀行本子 出來刷一下 我也有付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所以這個時候老公就 嚇掉了對不對 老公就是想說有嗎 有時候太太不用講 是嗎 你的存款布拿來我看看 有時候太太真的不用講 有時候太太就 我老公就不敢講了 我們就休息一下 然後這個老公賺五萬多 這個老公在臉書社團 靠北老婆就發文了 說他原本答應支付太太 懷孕期間產檢費用九萬塊 但是他去公司就問同事 真的要九萬嗎 同事就跟他說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他就沒有去結清 餘款是太太自己去結清的 太太買了兩件睡衣一千六 老公說怎麼這麼貴 你就不用錢 你就不用錢 那是我家的 他沒這樣講 然後太太怕脹奶不舒服 說他要老公去買六千多塊的 進口的集奶器 老公去買了一個八百多的 請教一下 三位女士 這個八百塊跟六千塊的 集奶器有不一樣嗎 先請教一下 蕙叔 我覺得應該是材質不一樣 那種觸感應該是不一樣 所以我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像我們女孩子 我們都已經生小孩這麼辛苦 還有餵奶這麼辛苦 那當然是一定要用材質 用舒服一點的 對 那個是手動跟自動的差別 對 今天 真的啦 因為我那時候 我跟我太太討論是說 我們不要用買的 我們用租的 因為你就 就是這一段期間要擠 你去買一台回來 後來沒有用了 後來太太她也接受 租物不是有size的大小 不知道怎麼使用 沒有啦 你當然那個杯是要自己買 那是拋棄師 用完就丟了 但是那台機器是可以租 我記得我以前都自己用擠 所以妳老公不愛妳 沒有 我老公不愛 沒有啦 開玩笑 我今天覺得我們 我們今天的case 這兩個男生好像都太 我感覺都太贊物金錢了 因為接老婆買一個 八百塊的睡衣 你都嫌貴 那這種男生真的可以嫁嗎 我真的很 那時候已經結了 我的睡衣 賽馬式 沒有 我的睡衣 年輕的時候當然是買那個地攤貨 你不一直摸錢 對 那時候沒有錢 可是我等到我有錢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買是材料比較好的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就是說 結果哪一個比較好用 材料比較好 對 男生可能沒差啦 對 女生當然是材質比較好 對 男生來講都要多掉 我跟你講 曾大哥我跟你講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 這種材質中要對自己好一點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十幾年前 剛搬新架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買那個床單 我想說這樣一套要十幾萬 我覺得好貴 可是後來我到現在還在用 我覺得那個處感 真的是很好 就是有時候 你想你三分之一 一定在睡覺 你就是要對自己好 那當然睡衣也是一樣 因為為了買了那個 實在太好睡了 所以每天睡十小時 早上不起床 所以我想說 你看他產檢 那今天我生小孩 也是生你的小孩 對不對 然後產檢你也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價格 你就自己計較 那我覺得你這夫妻 還有情分嗎 就是說 所以我 擠奶器也計較 對 擠奶器也計較 產檢的錢也計較 連產檢的錢都計較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奉勸各位女性 就是說你在選男朋友的時候 真的不能選這種太小氣的人 擠奶器我買六萬的 那六千 有時候過猶不及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好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能買那種 很差的跨了點 真的有時候一分錢一分貨 但我覺得有時候要務實一點 就是說有時候女性 女性朋友他比較浪漫 像我們男人 就是比方說在結婚的時候 除非你真的就是很有錢的人 你不在意的 我不曉得那個游律師 有沒有遇過 因為我這個年紀的男生 大概十個 你問九個 如果是一般上班族 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拍婚紗照 那你花這個錢就是選十張 但太太看到每一張都漂亮 這個 老公這個我要 那個我要這個 你就信心可以算一張加兩件 本來是一本 現在比較選起來變兩本 對 然後完了之後 婚紗本來只要一套 因為你知道那個昏迷 你都會一直說服你說 你的身材這麼好 你穿起來有夠好看 那我想到油洗出來 他也說我夠漂亮 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男人又不能 因為女生會覺得說 我婚禮一輩子就一次 拍婚紗就一輩子拍一次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不要讓老婆念你一輩子 除非你打算結很多次婚 要不然的話有些錢 就是還是要 像這個就 你只能配合他的浪漫 有一種 有一個成語叫慶祝難輸 其實我們還要講完 他還有 他還有 這個先生呢 在孩子出生以後 每個月給九千塊的孩子生活費 九千真的有夠 對不對 有夠 但原本每個月花三萬塊 請越少 因為公婆賢貴把他退掉 讓公婆來幫忙照顧孩子就好 女方一怒之下 自己花錢請越少 之後孩子帶回娘家故 堅持要離婚 即便男方送花寫信 願意交出薪資的帳戶 女方都離意堅決 不要回來 那請教一下這個小純娘 你會離婚 堅決離婚嗎 我是不太會想不到 離婚這個詞啦 因為我覺得離婚蠻嚴重 這樣的男生 可是那個不是 我還是會忍耐一下 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他都已經送花寫信 交出薪資部 那應該也是痛定思痛了吧 男生 當然他之前做了很多不對的事 這是南京條約還是天京條約 他之前做了很多不對的事情 但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男生是可以教育的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那你可能懷孕的時候 就要讓他知道說懷孕有多辛苦 因為男生真的 一輩子都不會知道懷孕的辛苦 像我現在懷孕七個月 我照到鏡子我也嚇一跳 想說怎麼變這樣 就是過敏 失疹 然後認證我 整個身體變化很大 對 那如果你不講 男生怎麼會知道 那你一定是要告訴他 但那個有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要教育 讓他知道現實 然後另外一個 也是要教他說話 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跟老公抱怨的時候 他就說 每個女生不都這樣 這樣你可能也會很生氣 不利於胎腳 有的男生會這樣講喔 對 別人都有辦法 你就沒辦法 對不對 對 那就是 反正 另一半就是這樣 他要不然給你情緒價值 要不然給你物質的支持 那如果他物質支持又不支持 然後心理價值又沒給你的話 那女生當然就會這樣子 他又可以回娘家 然後他自己也可以出錢 那他何必 我是不知道代理孕母多少錢 但真的是 那這個崔芬 你覺得他應該要離婚嗎 我會覺得這個太太 之所以堅持要離婚 是因為他已經切心了 他絕望了 因為我相信他在過程中 給他先生太多次機會 去好好的 就是好好照顧我 或是好好對我好 或是有什麼 那我覺得其實金錢的 就是差異 就是小氣跟大方 最大的差別 就是幸福感的來源 很小氣的生活 也真的很難感覺 幸福感的生活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太太會認為 這個先生只是為了把我拉回家 只有讓我這次可以回家 之後他會慢慢的 就會談回圓滿的 很小氣的生活 本性美感 對 他怎麼去確定說 這個先生真的從這種小氣的人格 特質變成一個大方的人格 特質 那他只 他就是送花寫信 願意交出薪資帳款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太太可能覺得這是 只是把我拉回來的一個暫時性的做法 之後他可能會 就是談回原本的一個小氣的人格 跟還是會依然過同樣的生活 所以你勸他還是要離婚 我覺得他對他沒有懷抱任何的希望 所以如果他很確定說 他最後就是會談回來 也許他可以試試看 如果當先生又談回來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確定說 那如果我們又回到 我覺得可以有一個談線說 如果我們又回到原本的生活方式 那我們就先簽好 我們就離開 國營 如果你又談回去的話 因為很多先生就是 投過生就過 過關就過 我遇到有太多這樣的狀況 可是因為就是 我之前剛生完小孩的時候 情緒非常非常不好 也有那種 不要離婚的那個念頭 然後我就查文 然後有網友就說 你生小孩的前一年後一年都絕對不要離婚 有可能是你情緒的問題 然後我就熬過了那一年就覺得 確實好像我老公沒有那麼差 然後跟他講他也是慢慢的在改進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是前一年後一年 那個情緒的波動也滿劇烈的 那我覺得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他有講說公婆賢貴而要退掉 所以可能這個這個太太 他會覺得說 你不但小氣還是個媽寶 那我怎麼可以再繼續在這個婚姻裡面 我的感覺是婚姻裡面 有優先持續 不要把錢看得比感情重要 感情英文就比錢比較重要 這個你覺得把錢擺這麼重要 所以太太不重要了 小孩不重要了對不對 好像太太比錢還小 這個事情我是覺得 他實在是蠻笨 你如果穿六塊買回來 就叫他穿 夠漂亮 對不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網路上有這麼一句話 說如果你把太太當皇后 那你就是皇帝 如果你把太太當丫鬟 那你就是太監 把它翻成英文的話 叫做Happy Wife Happy Life 太太開心 我們生活就好過了 對不對這樣 所以不要再對太太太摳 對 那游律師 談到錢 這個聽說你這個很愛表 對啦 我沒有什麼其他的 不良 興趣 就是比較喜歡 買表 表不便宜啊 還可 我們量力而為 因為其實表其實有點 他其實不是 常常有人跟我講說 你看那一封 比你時間 還準你買那麼貴的表幹嘛 但是我覺得表 他是一個算是給自己的 犒賞跟一個紀念 像我買表 我是會特定 為某一個事件去買表 我一定這個紀念 像我這一支就是 我女兒出生的時候 我去買的 慶祝女兒出生 大概有個紀念 對對對 就看一看好不好 可以看 沒關係 那個比那個轉報差很多 好了 真理智 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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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表很好 這機械表 這機械表 這個要一顆多少錢 這個大概二十幾萬 不錯 這也讓增值 這個牌子還好 就是他不會像 我們講老歷史會那麼增值 但是我覺得買表是 你買自己喜歡的 沒有必要好像 因為買表是mean something 不是mean you are rich 是這樣子有紀念性 我這個牌子我有兩顆 我有兩顆 真歷史有兩顆 真歷史有兩顆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我說我們節目時間很寶貴 你沒有主持人問 你這個牌子有幾顆 這個牌子有幾顆 你都說你幾顆 我十幾顆 我十幾顆 最貴的多少 最貴的就差不多要一百 表要花多少錢 表要四五百三四百 四五百三四百 這個有人喜歡出場表 這也是這種興趣 其實有時候也是投資 對不對 那太太會反對嗎 你買表 其實會 會 因為畢竟他單價蠻高的 所以說我要買這些表的時候 我會有點小撇步 就是說 太太把它按下去好 要按下去 真的要這樣 才能染外就是 就是我 譬如說 我還想買表的時候 我會跟太太講 我最近看到什麼表 我也蠻喜歡的 對 然後為大家去看 順便去看他喜歡哪一支表 太太喜歡的表 太太會喜歡的表 所以你要買自己的表的時候 也讓太太買一支表 對 所以我今天又帶了一支 太太的表 對 所以說 聰明 聰明 因為人家講 就是你要愛自己 對不對 你 太太竟然是你的另一半 你也要愛他 對 所以這也是真意思的 所以要買這支表的時候 你順便要再買一支給他 這樣他就不會有意見 但是他會帶嗎 他比較少帶 所以真值收藏也是他在做 對 沒有看 沒有帶 他真的可以 我會自己看 我會自己看 他同時收藏兩種 男款跟女款 對 所以買表的時候壓力也很大 因為有時候要買 要買 要買兩支 會比較大 這算對表嗎 這不算對表 但是同一個牌子 那時候就是跟那個表商講說 我買兩支看起來算是小的 這支多少 這支差不多 也跟那支差不多 二十幾 對 是二十幾 所以你要買你的一支二十幾 你要買另外一個二十幾喔 對啊 所以你太太喜歡表嗎 我太太 她表比我少啦 其實女孩子還是喜歡包多一點 對 所以你不如買包給他 你買表 所以有時候就是 因為他喜歡表 我喜歡表 變成說你有時候你要 我要買表的時候 我就要買 包買包給他 對 就要買包給他 Crisse Dior嗎 對 最近好像新出的馬鞍包 漂亮 這一個要多少 這支十幾吧 這支十幾 沒有很貴 我太太還好 他不一定要買到 H牌的或是C牌的 他覺得OK的就可以了 太太比你比較欠嗎 還是你比較欠 其實太太比較欠 太太比較欠 其實他有時候 他的這些奢侈品是比我少 我自己其實反而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工作類就覺得 你就不會心疼 因為你自己買那麼多 也是啦 等於說其實我會認為夫妻的相處到 就是說你買給自己好的時候 你也要對另外一半好 你要平等的好 其實我有點認同他回教有沒有 你娶四個老婆 那你四個老婆都要同等待遇 那我覺得在臺灣這邊夫妻間相處也是這樣 你對自己好的時候 其實你也要對太太好 所以這樣子其實我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太太真的不太會有意見 那你為了減少你收藏手錶的主力 平常都如何討太太歡心 其實這就是我們剛剛自我跟妳講 你要有一點美化就是說 其實太太他當然他也會想要買 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他也喜歡包 他喜歡包 但是我太太又很欠 其實他有時候也不見得說 他一定看到喜歡的 他就一定想要買 對不對 可是你或多或少 你會看到他在滑手機的時候 或是他在看一些雜誌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喜歡什麼樣的包有沒有 其實有時候我會去給他偷買下來 對 偷買下來就買給他 然後做一個意外的禮物 當然也是要看那個包多少錢 沒有 你太太不會收到包說 你說你買了什麼 有時候會他說 你是不是又想要買什麼東西 你就先送給我 所以有時候 就是有陰謀的 對 也沒有有時候單純 譬如說我們之前生第一個小孩 對 我們就會 為了犒賞太太那麼辛苦 你就會稍微獻一下殷勤 奇怪 我怎麼覺得 攝影棚滿冷的 你一直流汗 對 我也在今天發現 因為我很怕 念他講錯 而且我感覺他很焦慮 他焦慮指數非常高 對啊 對 你從頭髮看出他很焦慮 這個是他的脖子都變紅了 對 都變紅了 而且我也真的發現 他剛剛講其他部分 都沒有流汗 在這個階段 他不斷地流汗 這叫膚墊 就是他會開始有一點焦慮 在講這段話的時候 有點緊張跟焦慮 他的生理不斷地告訴我們 趁大哥別再問下去了 我們怕錢會越花越多 OK 那譬如說情人節 結婚紀念日或者生日 你需不需要慶祝 其實我太太每次講說不用 但是我覺得女孩子講 這時候講不用就是要 真的不要相信 為什麼你說不要相信 因為譬如說你前一節送花的時候 要送給他的時候 太太就會說 前一節花特別貴 不要花那個錢 你是給花商賺走而已 但是你賣給他的時候 他還是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你給小貝博 就是說你可以不用買到 這真的好像 九百九十九朵 對 你可以買個九十朵 買個九朵或是八朵六朵 一個新意 其實我覺得女孩子很重視 那個新意 那你怎麼知道說 他說不要其實是想要 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你沒有去做 聽她的話 但是 因為我們是下場 很慘 其實有 就是有一次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她也有小孩了 那一天剛好到要結婚了 你需不需要先擦個汗 好 我是不是很怕講那個 好 我們先休息 讓她擦個汗 先進廣告來 好 女人說叫你不要花錢 你不要真的以為是不要花錢 為什麼呢 來來來 聽聽這你的故事 因為那時候大女兒剛出生 然後結婚紀念日剛好到了 然後我想說要不要出去吃個飯 可是她也就覺得說 那女兒放在家裡面誰照顧 然後又小 你偷爸媽 其實有時候 爸媽因為比較早睡 所以你偷給爸媽 爸媽會有時候 她其實不見得那麼樂意 結果我們好了 我就以為真的是 她就不想要慶祝了 然後我就沒有去 我們真的沒有去 然後整個晚上就不講話 都不講話 睡覺之前都不講話 然後睡覺之前 你就感受氣溫不對 我就感受氣溫不對 然後睡覺前 就一句話出來了 結婚紀念日 就這樣過了 就這樣過了 那時候還知道說 糟糕了 沒有做什麼事情 對 所以隔天 再趕快再補送花 稍微算是接過去 那也接過去 那天就要補足所有的體力了 對 所以那天我就知道說 所以女孩子講的 還是不要太... 那時候也覺得說 對啊 小孩子帶出去很麻煩 那麼小對不對 那如果你忘記結婚紀念日 會有後果嗎 我沒有忘記過 因為沒有忘記過 就是 以示這個MBA 胡人隊的前鋒 Coby Brand 她的名言 她說要記得 太太的生日 或者結婚紀念日 你只要忘記一次 你就知道了 永遠都不會忘記了 這個真的很重要 結婚紀念日 因為那個不是 只是禮物而已 那代表你對這段 感情的重視 然後永難萬懷 她每次結婚紀念日 就會想到 你哪一年收她什麼禮物 哪一年收她禮物 哪一年收她禮物 那個美好回憶也很重要 所以那個真情 歷久彌新 感情都沒有褪色 那志偉有吃過這種虧嗎 應該講是 我覺得我太太算是 她不是很重視這種物質的人 所以她說我說你娶我 你真的很省 我太太很常這樣跟我講 所以但是她會 我們兩個比較起來 我覺得我太太對我的用心比較多 她可能會看 就像剛剛游律師 她會觀察太太 好像最近在看什麼東西 我太太就會看 因為以前我也是戴手錶 但她覺得我 哪好笑 上山太太都在看五分譜 哪好笑 沒有 她會知道我的需求 然後給我一個驚喜 但是我並沒有要叫她買 她就是會這樣用心 那太都很體貼 細心 太太就會說 你只要有我的五分之一就好了 可不可以用點心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會覺得 對啦 我好像都沒有太觀察 因為我都覺得說 錢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我買給你 你又不一定喜歡 老夫老妻 你就講你要什麼這樣子 因為她就說你就是算準 對 她說你就是算準了 我不會跟你要名牌包 好不容易有一次 男生通常太理性 對 好不容易有一次生日 我們送她名牌包 而且要給她一個驚喜 結果我們去餐廳吃飯 然後我就請名牌包店的人 送到餐廳來 而且要拍拍她的肩膀說 請問是某某小姐嗎 讓她很驚訝說怎麼了這樣子 這位是 這是底先生 要送給你的生日 然後餐廳那時候就來拉小批琴 那我們就覺得 很優心 很給老婆面子 就是說嫁給我這麼多年 早算給你一個很體面的生日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小孩也大了 不用找人帶 結果我太太就 她看了那個包 其實她是不喜歡的 對 她不喜歡的 但是她又覺得很尷尬 人家都送來了 對 那對方還說 狄先生有交代 如果您不喜歡一句話 不是 您不喜歡一句話 我馬上走 結果我太太就 不好意思 然後就把包包收下來了 那我就說 後來那個人就走了 我跟我太太說 老婆您喜歡嗎 後來我就說 這是什麼牌子 他說這是什麼牌子 他就問我 我跟他說這牌子 你不知道嗎 其實我是 無飲良品 不是 沒有那麼 沒那麼誇張 對啊 我是買 我買了一個 因為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 Chanel的包包 然後他喜歡的包都是比較 我覺得就大概一兩萬塊 兩三萬塊的 那麼貴的 對 因為他就覺得 他買一個很貴的包包 他背在身上 他要很小心翼翼 他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送他一個 Chloe的包 那那個是經典款 就是經典款 就代表說 他是不會推流行 但是我太太就說 他不喜歡這個牌子 那個包當年 就是微風幫也提 然後就是很多名媛貴婦都提 撞 會撞包 猴配誰 沒有 就代表說 名媛貴婦都要一個 對 那因為我不懂 我就跟我賣名牌的朋友說 有什麼包你覺得是最好 就是很好的包 他說就是這一咖了這樣子 那個 那個一個要 對我來講 我沒有送他這麼貴的東西過 跟你比我真的覺得汗顏 我應該要流汗 就大概八九萬塊 那我朋友跟我說 朋友一場 我不要賺你的錢 我就賣你六萬多就好了 我說真的嗎 我們也沒有去比價 結果又是小提醒又是包 太太還是不高興 他沒有不高興 他只是覺得說 你以後送我 可不可以問我喜歡什麼 他一在乎的是這個 對不對 那終究這個包 他還是留下來了 那時候他是說 你看我們有一次 經過免稅店 他說老公 你要送我Chloe 應該要送我這個 你要背起來 讓人家知道他是Chloe 那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要背一個包 讓人家知道他是什麼包 他說 你要知道你送給人家是虛榮好嗎 而不是實不實用 那所以後來我就學會了 我就什麼節或什麼 他生日 我就一定要製造浪漫 對嗎 所以有時候你真的不用 所以你一年流好幾次 對 所以我覺得男人 怎麼這麼可憐 但話說出來 好容易喔 但是我老婆對我的生日 他都是大手筆 所以我有生日跟父親節 他有什麼節呢 過年我們一定要奉上 老婆新年快樂 紅包要給他 老婆看一下 老公你今年怎麼比較少 沒有開玩笑的啦 就是夕陽情人節 七夕情人節 然後還有他的生日 跟結婚禁人日 但結婚禁人日 我們反而比較 過桂泥 七夕禁人節 還有一個七夕禁人節 他孩子的媽嘛 對不對 那我就去年 去年我就做一件事情 就情人節 我就跟我兒子說 怎麼辦 爸爸沒有準備 媽媽今天要飛回來了 你可以教爸爸給媽媽怎麼樣 可不可以叫 我滑航先不要飛 我跟你講 我們家小的就很有 他頭腦很好 他說爸爸我給你一個 想法 媽媽很喜歡吃金砂 還有支露巧克力 那你要不要想想看 用這兩個去做什麼 那個便利超商有在賣 對 好 我跟大家講 我就想 我就開始算 排一個I love you 有沒有 需要幾條的 其實這個已經比那個包好了 或是要幾顆金砂 結果跑了好多家 因為那天情人節嘛 金砂都賣光光 我們要買大盒的全聯 我們家那邊的四五間超商 我都買不到 我們三個父子去各間收官 後來就去買了七七巧克力 支露巧克力 支露巧克力沒有人買 好 所以我就這樣子 有沒有 上面我們還是要很粗俗的 放兩張 一千塊 是不是 老婆一開門進來 看到這個 好開心喔 老公你真的好用心 這個比那個容易 是不是 比那個容易的 你們兩股位就要想一個了 誰當然有創意 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要給他 一個有創意的 會比你買很貴的東西 因為像我也送過他花過 送他花跟我說 老公你最不應該送我的就是花 為什麼 因為就真的很貴 那一下就卸掉 結果我有一次 我就把這句話都記在心裡 我就以後從此不送他花 結果有一次 等一下說 先休息一下 最近我這樣 有機會 有機雞 那我 是 有機雞 有機雞 感覺 都怪不得 有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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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機雞 去 的話 當人 然後 是阿嬤在看電視的 老公我看這麼難看 除非要很浪漫這樣 所以轉下去 你看人游律師 你看人砥子 不過我又出 我就出了一次包 就是去年的七夕吧 反正就是有人送我花 那是客戶送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 所有的協力廠商都會送花 那花就很漂亮 然後不是送我 送給我同事 女生 那我同事就說 見花獻活 他就說 那個我就沒有 我自己這麼大花 我收了也沒有很開心 拿給你拿 拿回去送給嫂子吧 那我看那個花也蠻漂亮 真的很大一束 好那我們就給老婆一個驚喜 結果我就把那個花放在桌上 然後我還真的放了一盒金紗 外加一個紅包 我們就是這麼粗俗 就是現金就好了 那那天我就晚上有出 我就出去 我想他回來他會 就他打電話來是罵我的 我想說那個花沒有多少錢 你也不要罵 他說老公你真的很誇張 那個花別人送你了對不對 上面還有署名給 兔那個 林翠芬這樣子 你看 他說你要先花獻婆 你也看一下 對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他一個人在就算了 因為他那天他同學 他都有看到 很難看 就說你老公好浪漫喔 然後他真的本來眼淚都快掉下來 結果就發現說上面有別人的名字 就算了 犯了大吉 對這樣我問我太太說 好 我沒有花錢 而且旁邊有紅包 金紗是真的我買的 好 這個那 這個韻文 所以老公很疼他 那老公是怎麼疼你 其實我們剛開始結婚也是 便手之主 也沒有什麼錢 然後他有個 閉路然旅 宜起山林 對 然後例如說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跟生日 我很貼心的把結婚紀念日 跟生日辦在同一個月 那因為他工作非常的忙 我就說只要在這一個月 三十一天 任何一天都可以 然後他可能就會 大概知道自己的時間 他就是說好 那我想要在 例如說三月二十五號 帶你出去吃飯 然後他可能在一個月前 就跟我說了 然後我說 然後他說我們要去過 結婚紀念日 我們要去哪一家餐廳 那一間餐廳 有很多我們的回憶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接下來我的每一天 就會開始期待 我就會想說 那我那天要穿什麼呢 一個月前跟你講 所以你會期待 對不對 對 那以後我十年前 就跟你講 十年前有點太遙遠了 很難期待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我們那天 去吃完飯了以後 接下來他在 吃飯的那一個時候 他就會開始回憶起 我們一起 共同生活的一些 點點滴滴 然後他感覺到 我是怎麼樣 體諒他這樣子 對 然後他 他感謝你 對 我覺得感謝 不一定要說出來 我覺得女生的辛苦 被看到 這個是更大的肯定 我還滿受用的 他怎麼說 又說他說 有時候回到家 然後你還幫我 留了一鍋湯在電鍋裡 我就覺得很溫暖 然後結婚 就例如說結婚第三年 他就說結婚第三年了 那我現在要創業很辛苦 那很感謝你支持我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會互相說 你也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然後就感情很好這樣 然後就是你看這樣子 是不是這個結婚 今天就變得很有價值 雖然他那個時候 也沒有辦法送我什麼東西 對 因為在創業 對 然後也不是特別夢幻的餐廳 但那個餐廳 確實是有我們的回憶 那後來就是他創業很成功 然後很優秀 逐漸的就是我們有一些 財務自由的空間 然後他就有一次 結婚紀念日就跟我說 結婚紀念日那天 我在想我們可以去吃 那一間你經常說的餐廳 而且那個餐廳樓下 有一間Dior 然後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買一個包包給你 然後我就說這樣子嗎 他說可是聽說 現在包包都很難買 就是你不一定走進去 就會有想要的這樣 他說那你有空 可以就先去看 那因為我一個月前就知道了 然後我還知道是哪一天 確實我要去那家店 我老公會買給我 所以你先去看好的包 對 我就先去看 你真正想要的 我時不時去看 然後我也跟那個銷售說 那一天我老公說要買一個包給我 我喜歡什麼顏色 他說那個顏色現在沒有貨 我說好 那沒關係 你幫我看看 那因為我就是說了這個 我老公要送我的故事 那個說我們結婚幾週年這樣 那店員可能也覺得說 阿姐有參與感很開心 然後他就幫我準備了這個 我想要的顏色 經典喔 對 然後因為就是 第一個是你進店有想要的包 然後再來男生也享受到了 他結帳的快樂 因為就是他會有那種 我是一個很疼老婆的先生 然後我也是他就 老公好疼我這樣子 然後店員大家都有那個 結婚紀念日的氛圍 就很開心 對 你有吃還有粒耶 餐廳也吃了 對 那你為了買的 也是就是一路慢慢地成長 但因為這一張是他就是 他那天也是有工作 但他已經先說好 他就排除外男的來 他那天沒有打扮 所以我就準備另外一張 他有打扮比較帥的照片這樣 對 老公對你真的也很體貼 對啊 對啊 這些很重要 很重要 我覺得他們兩個 有一個非常感人 就是互相感激 然後看到彼此的辛苦 因為這樣就會愛 就不會覺得理所當然 然後感激之後 那個愛真的存款是加倍的 你們利息就很多 要提款 未來要提款 就很多可以提 這樣就十年後又生了一個 對啊 不容易 在十年你們還在生一個 在十年我還生得出來嗎 那真的很感動 看到一對夫妻這樣平手之足 然後慢慢開創出自己的人生 是很美好的一個過程 感恩對方很重要 對 感恩對方非常重要 要怎麼講比較好 像我覺得他先生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也不是只有說 很浮誇 就是只有很虛幻地說 謝謝你辛苦了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說 你留了一鍋湯 你做什麼很辛苦 然後我也看到你創業 哪一個地方都很具體化 然後很受用 然後你這又可以增強 對方往後不斷地做這些 讓你感動的行為 所以我其實會感覺 他們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尤律師你有這樣講嗎 其實我覺得人 都是需要被感謝的 對 就像我們那開始講的 那個付出 對 為什麼有些男生不願意出 就是因為那女生覺得理所當然的 那我為什麼要出 幫你出這個飯錢 我要養別人的老婆 但是其實像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如果我帶女孩子出去吃飯 那女生如果跟我說謝謝 其實再多了錢 我也願意幫他出 或是說什麼某某某 你最愛我了 對 男生聽了就是開心 不已經好了 對